干我们这一行 最忌讳的就是撒谎 上个月我偷渡回了一趟老家 回来的路上顺便去了一趟 你说的那个叫富东村的 村子不大准也不多 我就跟几个老人打听了一下 我从他们嘴巴里面听到的落响 跟我现在认识的落响完全不一样 你查我 你猜我会查到什么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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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孙珊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礼物呢 我准备了 就是刺青师傅 你选择图案就地解决 马上给你闻 来来来 先吹蜡烛 先许愿 跟紧 好 吹蜡烛 给你生日快乐 冰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年轻的时候刚刚入行当警察 第一件事就是上次派我去做卧底 目标是洗车行的老板 怀疑他贩毒 我跟了他两年 擦车 洗车 打蜡 抛光 什么都学会了 基本上我是寸步不离地盯着他 但什么都没有发现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会不会是情报出了问题 就像我的上司申请终止了任务 很快就批了 就在我离开洗车行的那晚 我看见我上司的车 停在洗车行的门口 我觉得很奇怪啊 总觉得哪里不对 我上司的尸体就瘫在那里 喉咙被割开 脑袋就挂在脖子上面 凶器就是那台抛光机 从那以后 我就长了四只眼睛 没有一刻不再观察了 这座城市 这座城市 我打开车门 我上司的尸体 拜拜 拜拜 好嘞 慢走啊 好 欢迎向光临 呵 买冰淇淋 好 来 乖 你冰淇淋拿好 对 好 有时候 你看到的滑串 跟实际上的滑串 是不一样的 吃了 怎么样 有点厚 平时吃和牛吃习惯了 厚就多煮一会儿喽 汤底不好就换一个新鲜的 酱料不好就再加一点调料 酱油不好就再换一个 火锅就是有这个好处 每一步都可以选择 每一步都可以重来 其实 这顿火锅是给你践行的 祝你一路顺风 什么意思 昨天晚上有一个突发事件 梁龙抢了桑波的酒吧 以我的估计 桑波一定会去找梁龙算账 到时候他见到你 那样梁龙就很容易 从桑波口中得知 洛翔还活着 这样对你接近梁龙 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还是决定 把你和梁龙碰面的时间提前 你准备好了吗 没有 其实 是有一点突然 但是如果你按照 我和于警官的部署来走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 你们怎么知道 我这个桑波不会比你们提前 找到这个梁龙呢 因为做火锅的人 是我 我去 收摊了 没见过你 阿父见什么了 等会儿 从前有个国家 人人都是在 一到傍晚呢 每家每户的人都会出去行窃 失窃的东西 总会在邻居家找回来 所以说物资一直保持平衡 直到有一天 一个从不行窃的老师人 来这里定居了 就算是他每天什么都不干 就在家里待着 那也意味着 第二天有一户人家就断了口粮 所以说这个老师人呢 就成为了人人口里唾弃的罪人 没办法呀 他就每天傍晚出去让别人来偷 因为他不行窃 所以说不到一个星期就夹图四壁了 如果你是那个老师人 偷不偷 太复杂了 没听懂 余警官 你不是在催眠我吧 余警官 咱们聊回正题好不好 我的酒吧被人炸了 我才是那个受害者 你把我和我的人都抓进来 这说不通啊 这不正在和你说通吗 你看啊 发生了那么大一起爆炸案 你不选择报警 是不是怕我们查到什么呀 酒吧里是藏毒还是藏尸了 余警官 无凭无据可不敢乱说 我那正经生意 你这么说 我以后生意没法做了 好 那我换一种说法 这个是刚才案发现场找到的 这 是一周前酒吧爆炸案案发现场找到的 经过对比 这两份炸药的比例成分几乎是一致的 所以我怀疑 这两起案件是同一人所为 既然有线索就去查呀 找这个人哪 跟我有什么关系 要不然你把我放了 我替你去抓这个人好不好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我们现在有 三十二个小时收集证据 如果说这个事跟你没关系 那太好了 我马上放你走 如果你有线索的话 有没有兴趣向我透露一点呢 龙哥 害什么 龙哥 我没了 我没了 全也没了 谁干的又 我 我 我不知道 我的终止是什么 我们的终止是 做好 做好一件事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 要贩毒就好好贩毒 要开甜品店 就好好开甜品店 你非得要一边贩毒 一边开甜品店 还把甜品店进一层网红店 说你不被盯上 谁被盯上啊 龙哥 我错了 龙哥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肯定把货都找回来 我肯定把货都找回来 就是你 我肯定把货都找回来 也是 我肯定把货都找回来 不是 我肯定这些贴是职用的 不是 我肯定了 我肯定了 你肯定了 你肯定了 你肯定不动 你肯定了 你说黑是黑不可能 看我们这行的都杀人不眨眼 但你却可以平安无事地来找堂找我 你说是警察更不可能 如果是警察的话 他们早就拿了证据来抓我 就算没证据 也会从你嘴巴里面挖 所以只剩一个可能性 龙哥 龙哥 你怀疑我 龙哥 我没有 我 我 我真没有 我 我昨天刚从桑波那边抢的话 你今天就跟我说没了 龙哥 我 我是被人劫的 我也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龙哥 你求求 你相信我 求你 龙哥 你相信我呀 我相信你 来 几个礼貌 是啊 是啊 好 没事 我相信你是商播的人 他在这个酒店里 他在这个酒店里 小哥 你果然没死 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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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下车 她的货是不是在你那儿 谁干的 说实话 我不想再跟着梁龙那个疯子了 他因为一点点的怀疑 他居然杀了阿天 死了以后尸体还要被做成炸药 结果被炸得连毛都不剩 还有这个 他跟了我才不到三个月 好好的卖这冰淇淋 发生什么都不知道被凉了火火 打死埋在这儿 他以后吸毒吸上头 下一个死的可能会是我 翔哥 还有 他现在想要跟南亚帮斗 他以为他是谁 五年前的梁龙吗 他现在不是了 他一无所有 他只会虚张声势 不是 卖的毒品还没有他吸得多 手下人早就对他不满意了 我凭什么要给他卖命 阿富王 你冷静一点 货在哪儿 你包窗后面 我先去救人 等等等等 等 他死了我一年的功夫都白费了 万一梁龙不得局 咱俩过去他就暴露了 所以说我们要小心点 他肯定会渡过难关的 阿富 你杀了我 没有钱也没有货 梁龙不会放过你的 好 翔哥 你知道我是怎么打算的吗 我想借着这次机会 跟他撇清关系 我永远消失 你以为你真的消失得了吗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听我的 是吗 翔哥 五年前你就已经死了 他是想着 乌哥 确实当于是 他肯定是 他肯定是 现在肯定是 你肯定是 好 这里是华诚 我之前跟你说过了 有些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我跟你说我不干了 你先冷静 好不好 我怎么冷静 我怎么冷静 我差点死在这儿 我再说一次 我不干了 好 易警官 你想想办法 找人来把这里处理一下 爆炸的原因 警方正在全力调查之中 另外 警方还在案发现场 找到立民被枪杀的马来西亚籍男子 谁能告诉我 阿婆为什么会死呢 伤我 一定是伤我 我招了他的酒吧 他在抢我的货 我在那边卖个石 他在那边杀个人 一号完要写再写场 这他妈的太像了 亚帮就是疯狂了 哪一号好 他在那烂的眼镜 佩儙 为什么会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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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东太太 不许多 我有那么可怕吗 爸爸说了 见到你就要躲着走 放心 你爸已经把欠的房租都交齐了 并且啊 他还额外付了欠 说让我好好照看你 不过我们先说好啊 我是按小时计费的 这个闹铃一想我就回去 房东太太 这段时间我都住在医院 我爸也走了 这个月的房租 能不能不收你啊 那可不行 房子已经租给你们了 住不住是你们的事 你怎么一谈到钱 就像变了一个人呀 那你是不知道 没有钱的痛苦呀 一听就是有故事的人呀 如果你想找个人 倾诉倾诉 我可以当你的听众 你真的想知道吗 你是 是 边境新娘 运气好的话 就会被卖到城市里 生一堆孩子 这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运气不好的话 就会被卖到 金三角的毒贩手里 他们会逼迫我们吞毒品 在边境帮他们运毒 说不定哪天就死在半路上了 那你是属于运气好的 还是运气差的 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运气 所以我半路就跑了 司机去接水的时候 我就从车上跳了下来 从悬崖滚了下去 昏迷了好多天 再醒来后 足足在丛林里走了一个多月 那你不饿吗 饿得实在不行了 就嚼树根 嚼树叶 所以 你觉得现在金钱对我来说重要吗 我把我这么惨的故事告诉你 你还能笑得出来 后来是不是有一个卖茶叶的老爷爷 是他救了你 你怎么知道的 你刚才讲的故事 那本书上都有 而且呢 昨天陆叔叔已经给我讲了一遍 陆叔叔又是谁 讲得有我生动吗 陆叔叔 陆叔叔 小心啊 站住 陆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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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儿 乖 ýö语 救命 你醒了 再休息一会儿吧 谁干的 这是哪儿啊 这个是梁龙的澡堂 我会安排明天你跟他见面 我知道这几天发生的事 会给你在心理上造成一定的困扰 你不会是在跟我做心理建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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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个呢 你继续这个计划 一个呢 你可以马上下车 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不过 是不是真的可以当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呢 桑波也见过你 你又结了梁龙那批货 阿福死在你面前 梁龙会不会不记得呢 或者你下次见到他的时候 你就跟他说 喂 其实 我是你兄弟洛翔 叫他放过你和你的女儿 你这么说 我根本就没得选吗 没错 所以 我们不如谈一下明天的计划吧 最新消息 你猜我们在你酒吧里找到什么了 认得吗 不认得 金三角昆拓的货你不认得吗 哎不对啊 就这样的东西 你那儿应该还有一百公斤吧 什么一百公斤昆拓的货 没见过 好 那这些呢 我要是你啊 就不会把这么多钱藏在酒吧里 我要是有那么多钱就好了 可惜不是我的 是吗 我查了 七十六万八 辛辛苦苦攒下来的 说不要就不要了 我相信 这些呢 肯定是你跟你兄弟的血汗钱 拼了命 一克一克卖出来的 一克一克卖出来的 说到兄弟 我同事正跟他们谈呢 以我对我同事的了解 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把你卖了 你也了解我兄弟啊 那走着瞧啊 趁这个时间 我们聊点题外话 李警官想聊什么呢 就先不认识 的那些人 还不让我休息 真的知道 你怎么看我 很难 fal唱我 还在谁 怎么就被警察给盯上了 前天他好像见了一个人 谁 骆翔 他又回来了 我现在全明白了 骆翔就是你们警方的线人 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我刚跟他见完我就被抓了 他就是你们派来套我画的 那他套出来什么没有 我什么都没干 套什么呀 套圈啊 毕竟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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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上个厕所 可以吗 我认识一个特别好的律师 专门给死刑犯打官司 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跟他沟通一下 或许可以给你捡到武器 不要跟我耍花呀 你逃不掉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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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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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清竹 苏小姐 果然是啊 有识原因 看来苏小姐不是来打球的 最近茶楼生意不好 挺好 但是你的人 打了我的火 怎么假的那傻子自己吞呢 闭嘴 苏小姐接着说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人我带走 第二 让他把这些吞了 然后向我保证 不要再招惹我的人 过分了 你们的人三番四次欺负我的伙计 我只是想要个说法 现在南亚帮都这么不讲规矩吗 苏小姐 没听说过吗 南亚帮在的地方 就是规矩 别看你是温女人 我就不敢报答你 我只是想要 别看我 你没听说过呀 我听说好 你干什么跳呀 我不知道 你是什么 你肯定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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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犯一样 现在已经不是拼人多的时代了 你肯定想要 但如果你们硬要来这趟 我也奉陪 苏小姐 帮我跟洛湘带句话 凡是跟警察合作的人 日子都不太平 洛湘 看来苏小姐不知道 就当我没说 说清楚 昨天晚上 她跟梁龙砸了我手下的肠子 顶清楚了 小焦 我遇到麻烦了 小焦 我遇到麻烦了 小焦 我遇到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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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怎么才来呀 辉哥让我问问你 你都跟警察说了些什么呀 没说什么呀 辉哥给你的货呢 老地方藏着呢 你俩他妈的这么多问题吗 好 等一等 我 我落了点东西 等我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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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 不要让我吸那么多 是的 龙哥 为什么要吸 是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一个 老婆 你吃了吗 我挺好的 最近风头有点减 过几天我就回家 情绪 能不能给点情绪啊 下一个 老 老婆 吃 吃了吗 行 行 行呢 你辛苦了 就没有一个学得像样的嘛 这也不是个办法 这都过去几天了 外面的新闻铺天盖地 瞒不了抬脚 你过来 过来 你把他们刚刚说的孩子再说一遍 我呀 嗯 喂 老婆 吃了吗 外面风生紧 我再继续躲一阵子再回来 像不像 有没有那么点像阿翔的味道 真挺像的 听你了 打电话 来的路上 我差不多都听说了 他和阿翔的声音再像 我也能听出来 弟妹 即使我也不想瞒你 主要是怕你受不了打击 毕竟阿翔是你的男人 你说 昆陀临时改变的交易地点 我们也毫无准备 当时阿翔在验货 谁知道警察就冲了过来 他在岸上 我在船上 我根本救不了他 谁杀的 孩子杀 尸体呢 还没找到 好 弟妹 虽然阿翔不在 以后只要你有什么需要帮忙 尽管开口 能帮我一定帮 我是这么打算的 现在外头风生井 等过了阵神 我会急趴拉的班 到时候我会召集兄弟东山再起 阿翔我算他一份 赚到钱 归你账上 这也算是对阿翔有个交代 东山再起 你拿什么东山再起 昆陀临走前抛下这么一句话 只要谁占点华城市场 他就回来跟谁合作 五年了 我早已经放下了 我早已经放下了 照片上是谁 这个人叫陈墨 是我的县人 我打算安排他插到梁龙身边 方便我搜集捆托的料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选 你想不想跟我合作 我已经不做检查很多年了 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陈墨和洛翔中间 还是有一个缺口 你正好就是弥补那个缺口的人 毕竟这个世界上 你是最了解洛翔的 我考虑一下 我考虑一下 喂 桑波跑了 对不起 我的失智 桑波找到了吗 我被打晕了 醒了之后一直在找 后来根据桑波最后的电话电位 从交通部门那儿调了监控 我从老山那儿得知了桑波厂 或者昆拓的货源 我不知道他这间货是从哪里搞来的 我只知道市场反应非常地好 肯定会卖风 你看看 你想想看 桑波他的地盘挨着谁 我 所以桑波我是失定他了 这段时间我会集结我的人力 物力 财力 再用一年的时间 往北拓展 在霸占霸挥的运输线 接下来的那一年我就可以 花费的时间太长了 那你想要多快呢 五年 五年 五个月 你觉得可能吗 现在政府在大理的推展旅游业 发展旅游业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安定 想要安定 一定要控制犯罪率 控制了犯罪率 毒品的生意就会受到影响 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稳 只有我们稳了 我们的竞争对手才会乱 你知道我为什么五年以后才来找你吗 因为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也是我们大展宏图的好机会 所以是你抢了我的货 你是不是吸动脑子吸杀了 随时判断你看不出来吗 你说多忙 那阿芬呢 你明知道她还跟我一起长大 跟了我十二年 她是方牌里面最中心的骨干 你就这么狠心把她给杀了 说实话 我不想再跟着梁龙那个疯子了 她因为一点点的怀疑 她居然杀了阿天 死了以后尸体还要被救成炸药 结果被炸得连毛都不生 还有这个 跟那我猜不到三个月了 好好的卖着饼淇淋 发生什么都不知道 被梁龙活活打死埋在这儿 她以后吸毒吸上头 下一个死的可能会是我 杀了 五年不见 你简直送我两分大力 好兄弟 但我也守到另外一分大力 有人告诉我 你是现人 还要住在这里 你有没有想法 有这个问题 失败 有这个问题 你的事 我已经想了解放弃 我保持我 不认得不知 同我 是 有一个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